Lio老师要带你看清四个人生真相 不敢面对现实者误看 人生的现实面越早看透就越早成熟 什么? 真实很痛? 痛就对了 因为一分伤痕才能换一份的体会 老师不是要逼着你成长 而是要让你看清社会的现实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o老师开讲 Lio不用担劳的Lio老师 人在现实社会中生存 都会碰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明白真实的人心多变的人性 经历酸甜苦辣尝尽百味人生 生活总是给人不同的惊喜 这一种惊喜 很可能是美好的生活 但也很可能是现实的惊吓 当人身处到美好时光的时候 你会明白 人间处处都有春天 你我皆是人间值得 可是当一个人进到一定的谷底的时候 身处窘境的时候 人也会体验到真实的生活 美不美好却没有人知道 但是有一点的确实能够知晓 那就是人越穷就会越被人看不起 一个人如果他负债累累 没车没房 不管是他的亲人还是他的朋友 都会嫌弃他的 要知道 人永远都是尊重强者 而看不起弱者 这个特点到哪里都适用 有人说 真正懂得成长的人 他肯定越境的世间百态 感受过人情冷暖 通透人心真情 人如果想要成长 那就必须经历卑微的时光 因为温室的花朵永远长不大 富贵舒适的日子难以教你坚强 那么当你人轻言微 被人看不起的时候 你将有一个机会 看清以下四件事 让你知道生活的现实 第一 这世上从来都是金钱说的算 俗话说 富在山中有远亲 穷在金中无人问 在这个世界 永远都是钱财说的算 也许老师的这番话有失偏颇 但是它却是生活的真相 你有了钱 别人自然就会尊重你 把你当成上等人来奉承 可是当你没有钱 那么你在别人的眼中 就是一文不值的下等人 小的时候 老师总是觉得 谈钱太熟气 可是到头来才真正发现 原来真正熟气的东西 才是生活所需的 生活不需要过多虚幻的平台楼阁 而真正需要的是人世间的日常 钱不是万能 因为它解决不了任何生死的事情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 钱它能解决生活中 百分之九十九的问题 那么要知道 没有钱就万万不能 要知道钱财的事 就是生存的大事 没钱连生活都成问题 事件上的事 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复杂在于人心多变 事到难测 谁也不知道对方带你如何 可是简单在于 只要你有了钱 一切都好办 因为钱不重要 但很需要 生活很现实 也很残酷 为何没钱 没车没房 会被人家看不起 那是因为人 缺乏了让人尊重的底气 缺少了自身实力的体现 那么别人也就会看别你 因为这个世界 一直都是先进罗伊 后进人 始终都是金钱说了算 第二 不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而是你本事大了 朋友才多 很多时候 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因为这个信念 我们广交朋友 无论是谁 认不认识 都想和他来点关系 来累积我们自己的人脉 那个时候的我们 总是认为朋友多了 之后有事 也好找人帮忙 可是 当人到了一定 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 当你打电话 给亲近的朋友 朋友未必肯接你的电话 也未必会听你诉说心事 那么连最亲近的朋友都这样 又何来谈泛泛之交的陌生朋友呢 这个世上 不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而是你身上 有别人所需的利用价值 对方才会去接纳你 和你发生情谊 人与人的交集 本来就是各取所需 一个人 如果他生扯困境 他就会真实地感受到 只有自己本事大了 朋友才多 因为金字塔顶端的人 总是被人仰望 而金字塔底端的人 总是被人看不起 正所谓有钱有酒 真兄弟 患难合成建议人 朋友大多是能 互相帮助的朋友 如果没有能够提供给 对方价值的能力 又有多少生死之交呢 一个人 想被人家尊重 想被人家看得起 他就必须拥有 真本事和实力 一个乞丐 无论他的交际能力多强 都不会有人和他谈话 更别说交朋友了 一个妇人 不管他的嘴巴有多笨 脾气有多不好 总会有很多人登门拜访 进而兵棚满座 第三 这世界上雪中送炭的少 落井下石的多 俗话说 井上天花意 雪中送炭难 以前总认为 能帮助自己的人 才是好人 可是当所有经历之后 才明白 原来别人不落井下石 不去和你作对 就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 当人落魄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人性 那都会是真实的 因为贤贫爱夫 始终是人的本性 没有人能够改变 人在江湖 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较量 就像我们在职场 当你升职加薪了 别人表面 看起来就像在奉承你一般 可是背地总是希望你倒台 可有那么一天 如果你真的倒台了 你以往所有的一些好的待遇 将会一去不复返 有人说 要想认识真实的生活 那就请弯下你的腰 人把头抬得越高 越看不清楚身边的一切 唯有把头低了下来 把腰弯了下来 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 酸甜苦达的人生 生活始终不会看你是谁 而是看你的实力 是否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 在这世界上 雪中送炭的人少 这是人之常情 而落井下石人多 这才是人间真实的道理 第四 爱你的人不问贫富 不爱你的人难够患难 在一段感情里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 真正的感情 是不会被金钱所左右的 当你没钱没房 负债累累的时候 你会发现 谁带你是真心的 谁带你是虚伪的 也许在平时 有人满口好话 甜言蜜语 可是在你困窘的时候 他们都会弃你而去 也许在平常 有些人对你冷漠 毫无关心之情 可是在你落魄的时候 他会拉你一把 会陪在你身边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带你好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 身边的人不好 不懂得关心自己 其实啊 这些只不过是生活的表象而已 真正的好 不会体现在无灾无难的日常 它只会体现在危难当中 这就是我们说的 患难见真情 在你好的时候 是朋友认识的你 在你不好的时候 是你真正认识的朋友 就像一个打拼多年的朋友 他在刚刚创业的时候 到处求助于无门 甚至被人扫地出门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无人理会的境地中 他的妻子 一直不断地陪伴着他的左右 不离不弃 等到今天 他小有成就了 他第一个感谢的人 不一定是他的投资者 而是他的妻子 因为在他看来 能和他同甘共苦 共患难的人 才是真正爱自己 和对自己最好的人 生活 他总是会让人明白 许多的道理 因为他的本身 就是一个道理 爱你的人 不会嫌贫爱父 而那些真正表里不一 内心不爱你的人 他们只会在你遇到 危难的时候 将弃你而去 这一切都不要去计较了 但一定要记得 那些不离不弃的人 要对他们好一点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 在你生命中的贵人 无论什么时候 生活依旧是生活 该怎么活着 咱们就怎么活着 也别奢求别人太多 最后老师还是希望 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 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哦 不要去怪罪社会的无情 也许今日你对我爱你不理 明日我要让你高攀不起 努力奋斗力争上游 做一个守心向下的人 才能够像太阳一样 走到哪里哪里都亮 加油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为大家带来帮助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 我们精心为你准备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很多很爱面子 到时候都会失去面子 是因为你没有实力 来撑你的面子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当你刚开始没有面子 你未来就会很有面子 是因为你实力都有了 所以我就认为 其实学习的过程当中 本来我们就应该要谦卑的去 因为你不懂人家懂嘛 所以我们要要人家的东西 我们本来就态度要好一点 那这个态度我认为是应该的 只不过像很多年轻人认为说 我干嘛要这样子 鞠躬哈腰的 啊很客气的 其实这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学生应该就有学生的样子 而老师就应该有老师的样子 那过去我们经常说 岩师才能出高途嘛 那如果人家在教你 动不动你就不舒服 动不动你心里就不快乐 那人家不能说 不能骂也不能讲 那谁要教你 就没有人教你了 所以在这一点里面 我认为 其实我们心态稍微转换一下 可能就不会觉得好像很卑微 学东西就是在吸收 吸收就是在学习 学习应该有学习的态度 我觉得是这样 我也会在学习的态度 我认为在学习的态度